成邦電台 亂世修行 这个节目是用来讲一下人生的道理 如何锻炼自己 如何提升自己的圣灵 如何度过厄困 但实际上人生的厄困并不是太多 只是大家觉得在困难的时间是刀日如年 所以觉得人生的苦 多灾难 实际上是欢乐的时间亦都多 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平平淡淡 没有什么特别 平淡的日子多 所以我们说要修行 或者是要在人生沉出意志 而可以度过危难 被公司炒邮 被人追债 各种的账单收起来 然后很多公司的业务 对职如山 家里又要交学费 儿子又要考试 太太又没有空 或者老公也走了 没有空跟自己聊天 搞到有所谓的精神负担 我们今天叫做压力 以前叫做烦恼 这些名词都是令我们辛苦的 所以首先是我们说要修炼 或者是要处理人生上的问题 首先是要心平静下来 好好看清楚 苦难的时间固然有 但是是经过自己的心理放大 觉得是特别多危难 特别多事做 特别痛苦 其实欢乐的时间也有 但看上是相弱 时间差不多 平淡的时间是最多 只不过平淡的时间是牢牢陋陋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不自觉的事情 所以会觉得是苦难特别多 实际上是压力是没有这一回事 我们以前叫做精神负担 有时叫做烦恼 烦恼的自找而已 或者精神负担 你觉得有不就很重 你觉得只是做一做 做一做做不到就算 放过就算 那就会减轻 近来因为见到比较多的新闻 是学童自杀 或者是成年人 都是因为遭受财政困境 或者是工作的业务太繁重 一事应付不理 然后精神有点错乱 然后是轻生自杀 这个是他们的去路 但是在我们在世的人来看 是可惜的 因为不值得去死 因为那些事是之前都是捱过的 为什麽那一刻捱不到呢 实际是望一望跨过去就没了一回事 所以在这里就不可以说 帮到那些什麽东西 即是说减轻自杀 防止自杀 那些是政府收钱 或者是社福介 或者某些专业人士收钱去做的事 我是一个普通的文人 我只能够说我们要平静 老实地看待自己 看待生活 自己做不到就有它了 能力负担不到就负担不到 那些是自己来的 不是超人 钱花得多 或者是不够小 就有它 借得多就借 借不到破产 或者是慢慢瘫痪 不是大问题 我们人之所以生为人 是我们有观念的 我们懂得是用我们的观念来看事情 接着是改变事情的看法 事情本身未必改到 现象就是这样 真相就是这样 改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那个看法 譬如说你觉得压力 你可以改了名叫做烦恼 或者工作压力大 你可以说是业务凡众 业务凡众是好事 贵人是亡 凡路多 凡夫俗子 未成道也未成佛 固然是凡路多 这是正常的状态 不足以为患 只要大家改一改的观念 佛家叫做 转式成智 就是将我们的意识转变 然后变成智慧 大部份的事情都可以跨得过去 因为我们人世间的事 几千年来其实都是那些 生老病死 生离死别 失乱 破产 升学不行 进不到大学 或者买不到楼 那些 那些不是什么大事 几千年来大多人是这样 他们都是 可以百岁终老 无实而终 我们何尝不可以 所以都是希望大家可以 面对这些小困难的时候 多点想下 在生活上 其实不是那么多这些困难 很多欢乐 也很多平淡一止 只要大家是把心放开 我们叫佛家说 叫做 心量广大 就可以把事情跨过去 也看得淡一些 所以今天说的是 禅宗 两样最重要的事情 一 转式成智 第二样是 心量广大 我没头发